王雪东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生于1954年,安徽和线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带头人。 2000年期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警戒,颈椎病的痛苦自不必多说,监禁发应,活动受险,甚至还有头痛血运等症状,很多人不惜任何代价,只为把自己的颈椎病治好。 有很多人颈椎病,除了上以外,就在家里试图通过活动博格来缓解,实际上颈椎病动颈子是最笨的办法,想要预防颈椎病,我们不动颈子,动什么呢? 中医专家还推荐动周围的部位,比如说肩膀,手臂,以及颈椎病动颈子是最笨的办法,现在,很多人都有颈椎病,除了中老年人以外,办公室一族, 电脑一族,还有我们现在的低头族,手机一族,都会出现颈椎病。 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徐东推荐的对颈椎有帮助的保健方法。 01拍后背,用我们的手朝对侧的后背拍打,你拍打后会觉得这个地方放松了,肩部的肌肉放松了,血液循环改善了,对颈椎就会有帮助。 有很多人年纪大了,手够不着,根本打不到,打颈子上去了,这个没关系,你如果没有办法这样敲打的话,你就从前面。 前面没有后面的肖骨好,但是总比不打好。 02点脚,下面就是对颈椎有好处的另一个方式。 点脚,因为我们这背后这一条太阳精,从头顶到脚底,它都是太阳精通过的地方。 我们伸展太阳精最简单的方法,先点起脚尖。 如果脚尖点得很平稳了以后,挺腰,抬头,仰头,用劲。 这样一个动作做下来以后,整个背部受到了拉伸,包括你的颈。 这是循序渐进的,先把脚尖点好,然后再考虑到仰头,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肩膀就很放松了。 逐渐的在家里练,先练点脚,一定要做到循序渐进。 实在是做不了仰头,你就光点脚就可以了。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做得很好了,点脚,仰头,同时保持一段时间。 如果再做得很好了,可以抬起来,抬一段时间,然后再平。 这样的话,时间久了,对颈椎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两个简单的小动作可以保护颈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睡前动作。 凌三滚呗,晚上睡觉前坚持滚呗,可提升阳气,疏通毒难和膀胱精,修复受损的颈椎。 方法,躺在地上你把双膝搂在自己的怀里,头尽量勾着膝盖,就像一个咕噜一样,滚过去滚过来,滚三十六次。 滚的时候呢,舌顶上饿,头尽量勾着,人就全在那儿,就像个圆咕噜一样。 那什么在着地呢?脊椎在着地,你人这么沉过来之后,整个人就是脊椎在着地,滚过来滚过去,专门通你的脊椎。 做完了之后,你会觉得整个背上暖洋洋的,身体的这个朝气很足,这个动作量力而行。 二,颈椎病不重视,伤害在全身,零一头部伤害,颈椎病会影响我们身体中的交感神经,所以患者会出现视力模糊,以及头晕头痛的情况。 另外还有耳鸣耳聋等的症状,零二上之伤害,在日常生活中,患有颈椎病之后不仅仅会出现颈部、肩膀以及后背等等地方出现酸痛的感觉,同时脖子也会变得僵硬起来。 另外,颈椎病出现酸痛的情况时,还会犯随有头晕脑胀的情况,若是更严重,甚至可能出现恶心想吐以及促导等严重的危害。 零三下肢伤害,颈椎病严重时会使下肢变得没有力气,在日常的时候感觉到双腿麻木,走路的时候就像走在棉花上,导致出现走路不稳的情况。 零四中风,据不完全统计,中风病患者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颈椎病,可怕的是很多人都不注意,到中风后才发现是颈椎病诱发了脑部神经压迫导致了中风。 零五,瘫痪患,有很多颈椎病患者对颈椎病的认识不足,不重视,由于得不到及时,颈椎病便造成脊髓、神经等的刺激与压迫, 就很容易导致单侧或双侧上肢瘫痪或大小便失禁。 所以颈椎不好的朋友千万要当心,特别是四十岁后的朋友,不要耽误自己,两个保护颈椎最笨的办法,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也希望您看到后提醒身边的人,一定要关注自身的颈椎健康。 三颈椎病与后膝穴,防止颈椎病还可以用上手上的法宝,其实是一个穴位,后膝穴,它是小长经上穴位,书、木、穴。 主治头像强痛,腰背痛,手指挤肘壁乱痛等痛症,别看这个穴位的名字,看上去会比较陌生,但这个穴位特别好找,只需将一只手握拳,长指关节后横纹的尽头凸起,的地方就是后膝穴的位置。 按摩后膝穴非常方便,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按摩,将两只双手的一对后膝穴,放在桌灵,桌脚或沙发脚,然后对称性的在上边轻轻按摩。 如果你周边什么都没有,两个手这样对着敲打,将双手垂打后膝穴。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